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生意 在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中 缠列着这样一块东汉时期的画像石 画像中间 一个小儿头戴山形冠 正面站立在矮极上 他就是周成王 在他对面 有一人双手托举王符 侧面跪地 他就是备受孔子推崇的周公 他辅佐了三代帝王 成就了一个强盛而久远的王朝 然而 我们不禁要问 他为何能够如此忠诚地辅佐三代帝王呢 相信今天的故事会告诉您答案 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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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周公 又称周公淡 是西州初期人 周五王的弟弟 作为儿子 周公对父亲周文王姬昌 非常孝顺 作为五王的弟弟 周公忠厚仁爱 竭力辅佐五王灭伤 建立西州 西州建立初期 国家急需补充大量人才 求贤若渴的武王 便将这一重要工作 交给了周公 事关国运兴衰 周公从来不敢怠慢 常常是自己正在沐浴或用餐时 有贤能知识前来拜访 周公便立刻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 前往会客厅 接待来访之人 久而久之 一目三墨发 一范三图补 成了周公理贤下室的生活常态 五王灭伤后的第二年 五王生了重病 一直没有痊愈 群臣不安 太公 少公就说 我们为大王补问吉凶吧 周公说 为何不向我们的先祖祷告呢 于是 周公前往太庙 设立祭坛 在神位前供奉御 手里拿着龟 向先祖太王 王继 文王祷告 愿意自己的身体 代替哥哥 五王 石官将此事记录在册 周公的祝靠文说 你们的长孙 你们的长孙激发 得了重病 假若三位先王 在天上有筑记的职责 就用我 让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 天下的老百姓都敬畏他 哎 不要丧失上天降下的宝贵使命 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了 现在 我听命于大规 若准许我的祷告 我就拿着毕和规 听候你们的命令 若不许 我就收起毕和规 不敢再请了 周公连续不问三次 都重复出现急诏 周公十分高兴 又开索查看 藏于柜中占卜的书籍 也是吉项 于是周公将注文 锁进柜中密封 并告诉随同使官 不要将此事外传 随后进宫祝贺 五王说 您的身体无恙 我刚刚接受三位先王之命 让您只需考虑 永保周世天下之计 其他无需多虑 第二天 五王的病就好了 约公元前1043年 五王驾崩 安葬完五王后 周公根据五王生前遗嘱 扶持侄子成王 登上天子宝座 由于当时 成王年幼 周公自认 摄政王 挑起了管理朝政的重担 可是不久 周公的几位兄弟 管叔和菜叔等人 便散播流言蜚语 说周公自认 摄政王 秦座王 目的是想篡位 并借口讨伐周公 伙同 商周王的儿子 武庚 一起叛乱 而群臣 受到流言的影响 也对周公 盛起了疑心 于是 周公对太公 和少公说 我之所以不必嫌 代理国政 是怕天下人背叛周氏 没法向我们的先王 交代 然后 周公东征叛军 一去 就是三年 终于平定了叛乱 即便如此 幼年的成王 受朝廷内外流言的影响 对周公 也一直存有疑心 这年秋天 白骨成熟 还没有收获 天空忽然风雷大作 庄稼被风吹倒 大树 也被连根拔起 国人非常恐慌 成王于百官 也大惧 一时不知 如何是好 少公 毕公 就建议说 先王还在的时候 曾留下了 布室之书 藏在太庙殿前 金藤柜中 以 验证吉凶 如今遇到 天气大变 您可以取出 布室之书来占卜 看看 是何原因 成王准奏 与群臣 拜告天地先王 打开金藤柜 搜捕士之书时 看到了昔日周公 愿意代替武王 生死的祷告书 成王问史官 这是怎么回事 史官便把当日的经过 向成王禀告 成王听后 大哭着说 书父功德龙胜 凡被管书和菜书的禅言所害 在外三年 都是朕的过错 这次大变 正是上天在警示镇 对此事的无知啊 全臣听后 也都感动落泪 随后 少公 毕公 奉赵迎回周公 等周公快到京师时 成王率文武百官 到郊外迎接周公 成王对周公说 当时 朕年龄小 还不懂辨别邪政 让叔父在外劳累 都是 朕的过错 周公 拜谢说 既微就显 是微臣的职责所在 又有什么辛苦呢 接着 接着 成王 下诏经师 表明 表明周公 表明周公无过 并且大焰群臣 没过多久 风雷停了 天空下起了雨 风向反转 被压倒的庄稼 被压倒的庄稼五谷 也都树立起来 太公 少公 命令国人 凡是被木头压倒的庄稼 要全部扶起来 重新培根 这一年 大家又迎来了一个大丰收 百姓欢欣鼓舞 民众大悦 周公摄政的七年礼 一年旧乱 二年课音 三年见眼 四年见侯卫 五年迎成州 六年智礼作乐 七年智政成王 并且规划各项规章制度 终于建立起了 一个统一而繁荣的周王朝 在成王二十岁 能亲政后 周公还政于成王 公元前 一千一百一十一年 周公病重 一言 葬于成州 表示自己死后 也要辅佐成王 然而 成王 却将周公 与文王 武王 葬在一起 表示 他并非将周公 以臣子 以臣子来对待 周公之所以 能忠诚地辅佐成王 是因为 他心中 有兄长 有父母 有祖宗 有天下的百姓 周公的孝体 从大处看 他辅佐成王 智礼作乐 使文王 武王的志向 得以继承 让自己的内心 不留一点遗憾 周公 还向自己 已故的 先祖祈求 情愿替哥哥 武王而死 这中 志诚之心 足以 感动风雷 他把笑替之道 演绎在 中华民族的 历史画卷中 垂范 千古 听故事 找上灯 立大志 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